今日的AT个股推计是《华润啤酒291》 选选原因是 啤酒行业延续复苏趋势 加上受惠高端化、成品下降、产品均价提升等因素推动 预料无利率会持续扩张 高盛预期 啤酒行业2022年行业平均市盈度第32倍 低过近三年的平均38倍 估值具有潜力去继续上升 华润啤酒高端市场份额持续提升 可以加以关注 内地疫情缓解和消费信心提振 配合高温天气 啤酒7月和8月的销量按年增长两位数 其中8月份整体销售已录得高双位数增长 下半年生产成本亦有望回落 管理层预期下半年的市场情况会较上半年为好 上条全年的销售指引去到升大约2% 就竞争优势来说 上半年润啤市占率进一步提升0.5%至34% 保持着内地第一市场份额 主要是由于中高端产品销量保持强劲增幅 就高端市场方面 近年啤酒行业高端化持续 根据高盛报告 2021年润啤在国内高端市场份额是23% 其内白威亚太是35% 清啤是26% 与其去到2025年润啤高端市场份额 会持续提升到30% 白威亚太和清啤酒分别收窄至31%和23% 走势上润啤5月见底回升7月至今 是在50-59元的区间波动 昨天收报55.2升2% 估值方面高盛报告说 润啤2022年预测市盈率31倍 交行业平均市盈率32倍为低 预料估值有上调空间 策略上可以在53元以下吸纳 目标先看62元 对应2022年预测市盈率大约38倍 这是行业近三年的平均市盈率 这些$1,049就适宜减测 适宾 智羽